2024年香港小姐15位佳麗 早前分成幾個小組 跟師姐在不同地方拍攝 下星期一晚10點半 就會看到這個特別節目 香港小姐女遊記 東張女神德德和Roxanne 大力推介她們的內蒙之旅 美得瘋狂,但我們坐車坐著嘔吐 但也很值得 如果你想看香港小姐 玩這個蒙古色摔膠的話 就要看我們的節目 Roxanne就沒有,因為她負責射箭 我們摔膠就很厲害了 我們幾個被當地的蒙古女生… 可以嗎?夠不夠你來嗎? 甚麼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我們晚上回酒店就兩個人自己摔膠 我們交給師妹大派福利 我和美穎的兩位師姐做了最好的事 就是包含著長袖和瓶領 把所有的機會都留給我們的師妹 你的兒子有甚麼 是因為你們才會說 導演在拍攝前跟我說 一定要他們哭 對,一定要他們哭 嚇到我,我其實也有點想哭 那用甚麼方法令他們哭 我也很緊張 很吸引吧? 對… 這樣看就知道了 真的… 有個任務要令你們哭 你現在看到美姨姐有否害怕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拍攝時 是為了節目效果 美姨姐用了很特別的方法 令我們真情流露 要留意我們的節目吧 哎呀,你和她說一樣的事 Phoebe姐姐和黎智山姐姐的主持能力 真的不能輸了 以原木掩,我們就會學習他們 如何主持一個節目 11號Emily、梁家瑩 跟Phoebe、彭慧忠很像樣子 今天本尊相遇,站在一起 的確人人喊齒 我覺得Emily漂亮多了 我覺得兩個都這麼漂亮 我覺得姐姐的氣質是非常好的 我剛才一進來就覺得 Emily,真的很像Phoebe 其實我也聽過工作人員說過 她們說你好像一個 今年參選當時的女生 然後今天終於可以認識Emily 怎麼樣?有沒有那些事情 我覺得她有一點點 我參選當時的感覺 是不是? 那個Five 有啊…也有一點點 是不是? 還是這麼可愛 那你聽到開不開心嗎? 我覺得像Phoebe師姐 我覺得師姐的氣色這麼好 我覺得很開心